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频道,Sky 今天是七套穿搭视频 那这七套初秋穿搭呢 我觉得适应各个地方的气温 结合了一些70年代复古风 比较代表性的单品 和现代化的一些搭配方法 让它变得更加的通勤友好 以及日常友好一些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第一套 第一套呢 就是我身上的这一套 这一套衣服呢 我运用的是这件毛背心 还有这条Nanushka的小皮裙 这种穿法非常非常深 还没有入秋 但是就想体会到那种秋季氛围感地区的小伙伴 那接下来这一套呢 是我在更换了刚刚的这个上衣的情况下 保留这条裙子做的第二种搭配 附加千金大小姐的感觉 这件上衣是一件百分之百真丝的 因为它是真色材质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具有光泽感的 而且和那种人造纤维的光泽感又不同 会有这种布料自然而然透出来的这种气息 这件衣服我觉得它是有点点像那种Gucci那种大小姐风格的 现在这一套呢我觉得更加偏运动风点 那首先呢第一个搭配就是直接就想穿 就这个背心加上牛仔裤 然后配一个棒球帽 这种背心背心就是这两年非常流行 这种挖肩小背心 我觉得这一件就是属于还行 无功无过 主要是比较便宜 它不是属于这种挖肩小背心里面战斗机 但是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差 就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 你可以看到有点点显腹乳 但我觉得还好 就是也没有那么明显 然后我配了一个这种棒球帽 这个棒球帽是我最近新买的 非常非常喜欢 你们看它是属于那种鲜鸟隔温的感觉 所以可以说是一秒钟入秋 跟各种秋季的搭配放在一起 就是毫无违和感 那接下来这个第四套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在这个背心上面做的一个小小的叠加 如果你又觉得说穿两件特别热 然后穿一件又有点凉 我觉得这个就还挺适合的 在选用这个背心的情况下 我在外面又加了这个皮西装 裤子的部分 我换了一个这种垂直感非常强的 这种阔腿牛仔裤 然后同时呢 我还搭配了这样子一个贝蕾帽 我觉得整个的风格 就瞬间会比较偏向于轻腹骨感吧 唯一我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尝试和搭配 就是使用了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很貌美很貌美 它是这种在不同的光线和色温下 会呈现不同颜色的湖水蓝绿色 因为前两年特别流行极简风 还有一些比较淡雅的配色 但是今年入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大家都是憋坏了吧 你的身体无法抑制住你那种叛逆的心情 和你那种想要奔放的灵魂 所以呢 今年有非常非常多很大胆很大胆的颜色 比如说烈焰红啊 火力尘啊 还有这种湖水蓝 还有森林绿都是慢慢的出现了 我又加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搭配 就加了这种丝绒的蓝绿色的包 你们觉得怎么样 接下来这一套呢 是我觉得今年的所有衣服里面 最上班通勤友好的一套搭配 而且是一套非常适合小个子的搭配 这套搭配被我称之为 初秋不入腿 也能当腿筋 今年这种短西装短爱套 不是特别特别的流行吗 私心来说我更倾向于去搭配一些70年代 不古风的那种喇叭牛仔裤 今年的年度色不是有俩色吗 一个是黄一个是灰 身上穿的这套衣服是把这两个颜色都混在了一起 比如说里面这件衬衫 是我从春天穿到了夏天 从夏天又穿到了秋天 我敢打包票 我冬天一定还会穿它的 这种长长的袖子露出来的部分 就正好可以跟这个灰色 有个很好的颜色上的小碰撞 那接下来这套是在刚刚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变形 我觉得也算是这套皮裙的 一一多穿的另外一种穿法 这套里面我觉得我最点睛之笔的是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是我大概两三年前买的一个小中包 其实我这些年陆陆续续买了那么多小中包 很大一份都是比较后悔的 但是也有些是我觉得买了超值 每年拿出来都要接受很多人觉得 买不到那种羡慕的眼光 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棋盘格碰上那种灰色的短西装外套 就有个元素上的碰撞 那整理到了最后一套 这一套的风格我觉得比较偏向一种清新 清新女神的那种风格 这个上衣 说了我自己都心虚了 这个上衣部分是之前我跟大家探店的时候 说的我唯一还挺满意的这件真枝衫 这件真枝衫它是属于那种 就是有点偏向于法式奶奶风格的 本身来说它的长短比较短一些 是可以很好的塞进你的牛仔裤里面 也不会显得说这个腹部过于的累赘 这种70年代复古风的喇叭 裤配上这种比较lady的真枝衫 再加上一个后底鞋 可以减少这种花边啊 镂空啊 就是带来的过分的甜腻感 那好了 其他衣服就说完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因为我上一周不是一直都没有更新视频 就是上周身体实在太不舒服了 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私信 那有很多的小仙女就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我有的有回有的没有回 但是我真的都有认真去看 名单还没有出来 我会尽可能在下一周公布名单 这个报名还有在继续哦 就是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报名的话 可以赶紧在这条视频下面留言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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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